我很怕這樣子講 因為人家就說 這就是渣男渣女體質 所以他這也該講 而且我覺得 XX就是不要太快給承諾 我會非常建議 不要傷害過的 留言 還好吧 傷害我的眼淚好不好 我跟你們講 因為大家對我們的MBTI 有非常多的疑問 所以今天就請到我們的專家 雪莉老師 太厲害了 大家好 台灣的BTI天后 真的耶 好 我先講我自己的好了 因為我自己前一個月測的時候是INFJ 然後因為全世界的人都覺得我一定是醫人 真的 然後我測出I 對 我昨天一測就變ENFJ 然後想說怎麼會變這麼多 然後後來表寫也是測出兩個嘛 對 你是先測出什麼 I STJ 然後第二次測 然後我就不服氣 在這 為什麼不服氣 我習慣我哪裡挨 我想說我不挨啊 你挨啊 我挨啊 你超不愛社交的耶 好像是耶 應該是說我們要測出的是我們最原始 我們的大腦的回路 因為其實價值觀有些也是後天社會化的過程 比如說我很在意環保 或者是我很在意人孝不孝順 賺的錢多不多 這些也是有一些是後天的 可是我所謂講的就是譬如說你天生就是慣用手去左手 你用右手寫字也可以透過練習寫得越來越好 對 可是右手寫字的時候別人看不出你內在的不舒服 對 就是我可以在鏡頭面前能言善道 對不對 出去社交也很會應對 但是老實說花很多的能量 也許我回家我就倒了 啊 對不對 我回家馬上就倒了 可是並不代表人家看不看得出來 我是內向外向的人 對 我可能是很喜歡跟人家社交的人 可是譬如說我那時候搬去澳洲啊 或者是我覺得我講的話格格不入 或者我講不出話來 大家比我更外向 我接不了話 我會覺得更丟臉 那我反而是外向 可是我在外面不太講話 也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對 可是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NBTI它測出來的是你的行為 你看他在外面都一直一天到晚去社交 那所以他一定是外向的人 你看他出去都不講話 他一定是內向的人 所以這就不一定是這個樣子 真的耶 正確的做這個NBTI的一個流程 其實是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NBTI是什麼樣子的評量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量智商或者是能力 第二個我希望大家靜下心來 想的不是我這一秒鐘的狀況 就是如果我在舒服的狀況下 你做完評量以後 接下來你要去看一下這個類型 它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確認一下 這是不是真的我 還是我在寫的時候 我其實腦子歪了 我一直想像是工作上面的我 然後再來做一個比較 比較說 我自己覺得我是什麼樣子 我做出來的評量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差別可以告訴我什麼 我可以開始想說 是因為我的原生家庭嗎 還是因為我上一段關係 就比較沒有一翻兩瞪眼說 我看你 你這個樣子 你就一定是 什麼什麼什麼 很多時候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忽然就會暴怒 或者是忽然我就不想要再見這些人了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那有可能是長期我自己一直在壓抑我自己 或者是社會一直在壓抑我 所以那今天我們就先來看 那它只要講的就是第一功能 所謂的第一功能就是 你以為ENFP跟INFP就差一個E跟I 對不對 我以為是這樣 或者是只差了P跟J 所以會影響它其實這四個整個功能 會不一樣 它的化學作用是不一樣的 ENFP就是第一個 它第一個就會是好奇心 喜歡探索的 真的真的 它是 探索就會是 今天我要喜歡這個東西 看起來還不錯耶 我想學瑜伽 就學了瑜伽以後說 跟我想像不一樣 我想去學K-POP 真的真的 也不一樣 不然我去學淺水 水好冰 我要再換 所以它其實是在透過這個探索 這樣子類型的人 就有很有可能被別人看成 你三分鐘熱度 對… 但是說不知 我現在不是了 那為什麼試一試停咧 因為第二功能 他其實很在意他自己的FU 我喜不喜歡 真的 我沒有要看說我是不是有紀律的人 或者是 沒有我都會看感覺 我都已經跟人家答應 比如說跟表姐一起要去運動什麼 這個一天一個禮拜一次 可是我現在FU不對 對 那我就不好意思 表姐我放棄了 真的會 真的會 我不能再繼續 因為我自己的感受跟價值觀 跟我舒不舒服太重要了 對 所以他會因為這樣子而做很多探索 但他一旦探索到了 他就很有可能就是會一致 真的… 一致下去… 年輕的時候真的試很多 那你試了什麼 人吧 像吉他 人也是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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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接喔 可是就是各種類型的人 各種類型的人 不要傷害過的 留言 還好吧 傷害我的厭段好不好 那也是 可是這樣子的人在壓力下的時候 他自己也受不了自己所謂的三分鐘熱度 他就會忽然就是非常覺得說 No 我要做一個理智的人 可是隔一陣子他會跳回來 他時常會有一種尋懷 對 ENFP的人最容易 在年輕的時候這樣子擺盪 旁邊的人會一直罵他 旁邊的人真的會 這句話加起來 還有一個就是 他比較會忽略過去發生的事情 對…可能會重複一樣的經驗 就是我明明在這裡摔了一跤 他會再摔一跤 但是因為我好奇 我覺得今天天氣可能不太一樣 我再走一次 又摔一跤 沒錯 我愛講 對啊 我要說 紀嫂有一次我們去龍洞前 所以他就在那邊說 我跟你講今天天氣的人老子 就是不穿防寒衣 我穿短褲 短袖下去 然後下去冷死 直接北京 然後他跟我說上演 跟我說怎麼辦 海底好冷好冷 然後我說好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他就跑去穿防寒衣 然後後來我們去 我就說紀嫂 岸上跟海底是不一樣溫度 你就給我穿上防寒衣 他說不會 我覺得今天就是 應該OK 再度冷死 而且因為他的好奇心 會讓ENFP的人很有創意 因為很多人 我們曾經失敗一次 我們就說 這條路我再也不去 因為我冷過 我再也不潛水 可是ENFP他的優勢就是 沒關係他再試一次啊 今天人變了 體驗世界到底 真的真的 有時候想說 有時候會幸運 沒那麼冷 他最適合主持冒陷王 真的 就是從好來 那他在關係裡面 會不會也是這樣的狀態 他可能碰到這個狀態 但還有再試 我很怕這樣子講 因為人家就說 這就是渣男渣女體質 所以他對 你可以講 而且我覺得ENFP就是 不要太快給承諾 我會非常建議 他在探索的過程 他可能他的情緒來了 就是他的 內在情感感來說 你是我這輩子最愛的人 你是我這輩子最愛的人 可是我請你就是 hold住這個感受 三天到七天 對 因為有可能七天後 又覺得 你射手不好 所以那是一個 蠻大壓力的事情 對 這個對ENFP是一個 相對大的壓力 了解的不同就是 我們是廢的 RSP這個人 他非常注重的是過去的經驗 他的盲點 就是他不是很會主動去探索好奇 這個也試試看 那個也試試看的人 因為你已經知道過去成功的經驗 你幹什麼 要去浪費錢 對 那 ESTJ 剛剛那也沒想到 剛剛那也沒想到 你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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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同志觀念都是 他真的等我耶 但是這樣子類型 是非常靠譜的 他第一個想得到的事情 就是把事情做完了 ESTJ的盲點 因為他是在維護一個傳統 跟過去成功的 我們不要亂來 可是 這個講執行力的人 他的盲點 我不曉得我自己 是什麼感受 我也沒有很care 就是為了完成事情 我可以抱病上場 他是機器人 或者是其他 或者是我對別人也是 不過就可可說 為什麼不能上班 ESTJ的人 為什麼以前 會講說是 做老闆 或者是主管的典範 因為 他最在意的是資源整合 就講BTS好了 你就是練一個舞 每一個人在每一秒鐘 一定要站在這個位置上面 正氣 不然 這件事情會不會亂 所以其他都不重要 這個對決 你是按步驟班 我是 那 你是RV嗎 我是快學 但是 但是ESTJ 他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 他可能會看起來比較凶一點 就是你啊 那你今天身邊 我管你去死了 你現在就是 啊啊啊啊 他常會演 他今天那個火鍋的夜 真的要等到40歲 就是 有一點生病了 就才會開始說 喔喔 我好像不能應給 沒錯 沒錯 我就是今天有一個 沒錯 今天40歲 好 我很想講你們三個人的類型 的搭配好不好 或者是我可以看到這個 團隊的盲點 跟他的嘲笑 是這個團隊有沒有未來 每一個團隊想要有未來 都有未來 這跟MVTI沒有關係 但不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 但是如果是這個 就是要講組織心理學的另外一套 就是你們如果想要有未來 你們三個可以怎麼做 或是他們兩個之間 如果可不可以有未來 或是我們兩個之間 我們兩個是不可能 就交往 沒有 老師有人結婚交往是看MVTI和盤 我跟你說我不建議 不建議 因為你就是我的行 我管你MVTI是什麼 對啊 講他 對啊 因為剛剛老師說INFJ就是會有未來 重視未來 對 有些人我就會覺得可能有未來啊 所以那你的盲點就是 你可能會忽略一下他現在的小動作 我其實沒有注意到說 其實他好像現在每次都也沒有幫我拉椅子 或者是沒有什麼什麼的 我沒有注意到現在當下的事情 因為我已經活在外面 之後 穿著微裙煮飯那一趴 那一趴 沒穿衣服 沒穿衣服 就啊他有一個條話 為什麼我要聽到這些 資訊太多了 想要幫助 孟姊的資訊 孟姊的資訊 老師是現在忽然越來越難做 這個是SI是你的弱勢嘛對不對 其實ESTJ在哪裡 ESTJ其實SI它相對的強 所以你看你每次 這個人會最生氣啊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表姐 真的耶 因為腳姐 這是表姐的強項 我就怕她冷死啊 真的耶 她都會跟我這樣 你帶 你帶的 那誰會關心她 兩個都會關心 我也有關心耶 一個關心的是說 我們團隊的和諧是什麼 另外一個關心說 你現在的 我很在乎大家現在的感受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很在乎團體 一個團隊裡面 為什麼會需要各種不同的人 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互補 我們會互斥怎麼辦 也會互斥 為什麼你一直要碎碎唸 我反正這次就是想要再試試看 所以冷不冷 那這個拉回來就是講愛情的事一樣 沒有人會不喜歡 看得到他優點的人 對真的真的 對不對 對 但是 好玩的就是 如果我對自己的自我價值是比較低的 比如說 從小 人家就跟你講說 你就是三分鐘熱度 你這個人真的這樣子很糟糕 你又有一點紀律好不好 你要什麼什麼什麼 在這樣的狀態下 你就會喜歡一個跟你完全相反的人 你可能對於非常有紀律 然後比較一板一眼 然後 就是 把事情做好的人 像表姐這樣 你就會覺得 喔 這樣的人有身影到我的 可是 相處久了以後 會累 勢必 你會說 你這個人沒有情感嗎 或是說你怎麼都不變動 或是說 你怎麼不了解我的感覺 你變了 但是 比如說表姐 對 我也是覺得很有 我也是在意效率的人 所以 我特別會欣賞說 你看跟我一樣 嗯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往前走 可是在這過程中 你一定會 兩個人都這麼急的時候 兩個人都互相沒有照顧到自己跟對方的感情 懂 那總會有一天 他在脆弱的時候會覺得為什麼對方都沒看到 嗯 真的有可能 那對方可能覺得 那你怎麼 你不是也沒看到 兩個ENFP在一起 有一個就會變得比較有邏輯 對 而且有一個就會說 欸我們是不是不要一直在世了 總之 我們還是該定下來吧 對啊 兩個在一起一定會有一個人往另外一邊走 因為不可能兩個人都很瘋狂 就說我們 那就不會在一起了 我們一起在海底人生 相愛容易相處難 對 因為我一開始你吸引我的點可能是因為 因為我們兩個很像沒有人接住你們兩個的盲點啊 比如說我們兩個都是在乎外在環境的人啊 就是沒有一個人會去做有邏輯的事情 就是我們兩個都太在乎別人的想法 那他可能在乎他的朋友 你在乎你的朋友 總是有一個硬一點的人站出來說 如果時間到了請你們離開我家 然後兩個FJ的人都 沒關係你們繼續待 兩個在一起久了 有一個一定會必須得站出來 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我若只看未來 我可能會碰到一個很細心的秘書啊 或者我旁邊的朋友 我覺得好貼心喔 可是有的時候我會覺得你好解嗨喔 我明明已經活在我未來 裸體穿的圍裙 是嗎 裸體穿的圍裙 對我們也是啊 為什麼要解我的嗨 真的是相愛容易相處男 所以你不要說哪一個類型一定適合我 他一定有適合你的點 可是他也一定有你受不了你的點 現在很多人會用MVTI來相親 但你想要問說 有嗎 有真的很多人 現在很多人愛心 現在很多人愛心都會把自己離開檔案下面 但你想要問說 我覺得老師有沒有什麼類型攻略 是可能大家可以多參考的 你絕對可以做攻略耶 可是攻略完以後咧 我可以告訴你們怎麼攻略啦 好